你知道吗 不是每一种乌龟都会说头哦 大家好 欢迎来到MyRoadPlanner 我是左眼豪 旅行不是去新的地方 而是用新的眼光 熟悉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常常分享海龟 但是事实上 乌龟的品种 还有分 这个海龟 鹿龟 跟淡水龟 这三种 乌龟里面 其实只有两种会说头 那海龟呢 就是唯一不会说头的乌龟 那另外两种说头的乌龟呢 它的说的方法呢 还有一种呢 是这样子说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往横的方向呢 去说它的头的 所以呢 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这三种乌龟之间 还会有几个不同点 那我们来举一两个例子 那当中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 它们在走路的时候 对走路 就是爬的时候呢 那会用的方式呢也不一样 海龟呢 是趴在地上 来行动的 至于淡水龟跟陆龟呢 它们为了方便行走 所以呢这个四肢长得就跟海龟完全不一样 比方说这个淡水龟呢 它会在河岸上面行走 所以呢 脚长会长有脯 而且呢 还会有这个尖尖的爪 就更方便的能够在这些丝滑的河岸上面行走 那这个陆龟呢 因为要走在这些非常坚定的可能石头上面啊 或者是这些沙地上面啊 所以呢 它的四肢长得有点像大象的脚 而且呢 是有脚趾的 所以你看 这个龟类的世界呢 其实非常非常有趣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 更近距离的去看这些乌龟的话呢 欢迎大家到全马各地的这些海龟 或者是淡水龟的保育中心 如果你喜欢这些内容 除了点赞以外呢 欢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更精彩的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或者点击以下的连结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